大家好,我是POL76的小室 今天來到我這個桌上的區域 當然是跟大家試試桌上的 很多朋友除了聽的家庭影院之外 在房間的電腦上都希望可以 享受到Dubbey Atmos 家庭影院的感覺 不過如果要在書桌上設置一套 就相對比較難 但今天小室跟大家實試 OXS OXS Thunder Pro Plus 7.1.2 Dubbey Atmos 的三把系統 還首創頭枕後置喇叭的設計 究竟它可以怎樣接駁 玩到Dubbey Atmos 的音效 看電影的效果又究竟是否真的有Atmos 的效果 立即跟大家實試一下 OXS Thunder Pro Plus 就在我面前 四件裝置都放在這裡 首先我們會看到一個無線 後置喇叭的頭枕 喇叭的單元位置在左右兩邊 這邊亦會有一個開關鍵和連結鍵 中間有一個USB-C的孔 其實是用來充電之用的 而 Soundbar 的主體 就會用非常多的單元組成 首先我們會看到前置有一對單元 Sci-Fi 也有一對單元 而上方這裡除了有一個反射的喇叭單元 亦都是兩種超低音位置 機頂和機底都分別有兩種被動式震子 來補助低頻的亮感 Soundbar 的中間就會有一個顯示屏 顯示現在的音壓 顯示現在的 input 以及在吃什麼音效 連接 Soundbar 的主體 就會有一個實體 remote 這個主要是用來開大小聲或是EQ 以及一些 input 選擇 都會在這個按鍵上可以按一下 可以看到按一下它會有些反應 亦都會跟一個遙控給你 遙控內的功能其實就非常齊全了 機背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 Auxys 的 Logo 接著中間就會有一堆 input 而右邊就會看到大家都很喜歡的 Dubia Mose 的 Logo Input 方面我們會看到電源輸入線 接著就是 Aux-in 一個 headphone-out 一個 mic-in 一個實體 remote 的一個插件 這個就是用來拿回後置喇叭的一個實體鍵 而這個 USB-A 專門用來插回後置喇叭的 Dongo 接著一個 USB-C 的插位 另外就會有一個 HDMI-in 和 HDMI-out 附帶EARC 功能 其實要連接頭枕後置喇叭和 Soundbar 都不算太難 只需要插一個 Dongo 接著就按這個 Link 鍵 而頭枕上亦都有一個 Link 鍵 兩枕一按住它的時候 接著它就會做一個配對 配對好之後就像我現在這樣 有一個實燈就走出來 就等於連線成功了 現在在我們桌上 就會有一對 Cap 的插套在這裡 平常我都會把電腦的 USB-C 直接搏進去 就由它來做解碼 但如果要享受看電腦的效果 老實說就有點問水了 因為既不可以導致 Atmos 的音效輸出 亦都是一對喇叭很難做到 3D 360 度的效果 但今天試試這隻 Ossus Thunder Pro Plus 它聲稱擁有 Dobe Atmos 的認證之餘 還可以玩到 7.1.2 而最奇特的就是我頭後面的頭枕 買這張椅子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頭枕送的 但頭枕老實說真的沒什麼用 真的用來枕頭 你別笑了 而這次的 Thunder Pro Plus 竟然是可以把一對後置喇叭 藏在頭枕上 只要插在我的電競椅上 再做一個無線連接 就已經可以玩到真後置的效果 這次我覺得都挺突破 而且亦都是全球首創的 抵抗它們的 Soundbar 非常多人留意 現在這個 Thunder Pro Plus 的接播方法 我會由電腦 HDMI 勾到 HDMI-in 接著再在 HDMI 勾上接駁我這部 Samsung 21-9 電競屏幕 而這部電競屏幕亦有 EARC 功能 Soundbar 亦有 所以它可以直接吃回電視機 或者這隻屏幕給出的 Dobe Atmos 音效 稍後會和大家實測一下 這條 Soundbar 究竟能耐到哪裏 現在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Ossus Thunder Pro Plus 的技術規格 Ossus Thunder Pro Plus 是一個 Dobe Atmos 7.1.2 的 Soundbar 系統 輸出功率達到 90W 而最高的封值可以達到 180W 單元方面會有 10 個同軸單元 提供 9 個方向的 Dobe Atmos 音效 EQ 方面會有 4 個標準 一個是 FPS 模式 一個是 RAC 模式 另一個是 MOVA 模式 連接方面 無線有藍牙 5.0 實線輸入的會有 HDMI Input HDMI ERC USB-C Ossus Thunder Pro Plus 官方定價是 4980 元 為了測試這條 Ossus Thunder Pro Plus 的 Admos 效果 我特意在電腦上安裝 Dobe Atmos 的 App 因為那些 Demo 片 如果要測試 3D 的感覺和 object 走來走去 就會比較鮮明一點 所以首先找它來試一試 最初就想著聲音在後尾枕上 會出到甚麼效果 它真的可以做到一個回旋 360 度的效果 而且後置的聲音是鮮明的 而且有實體喇叭的感覺 這對喇叭其實是向左右伸延的 所以你聽下去時 又未至於有一個很埋耳的感覺 但都可以聽到有一個後置喇叭的聲音 但在天空星圖來說 我建議調大一點點 天空星圖的音壓 出來的感覺 上層的包圍感就比較好 但如果在 Thunder Pro Plus 一個系統出來 4,000 多元就已經可以做到 這麼迷你家庭影院的感覺 我覺得是值得玩的 機頂上的兩個超低音的震子 不停地工作 再加上它真的能給予低音的亮感 所以剛才在過程中的展示片 我看得非常之興奮 請教我問一下 我還沒想到 我一會的問題 我一會就想知道 我一會就想知道 我一會就想要聽到 或者是普通接收 Atmos 音效的效果 其實兩者都有它的好聲之處 在電腦來說 我覺得低頻量會比較豐富 而電視出來的聲音 空間定位會比較好 當然如果不是 AB 比較 都未必分得那麼清楚 剛才在 Netflix 找了三套不同的電影 包括了真人快打 有 Spider-Man 以及剛剛這套的大娛樂家 主要幾套電影都可以試到不同的效果和場景 就像大娛樂家一樣 很明顯是聽歌的效果 接著是 Spider-Man 試空間感 而真人快打是試不同 object 的走向 先說 Spider-Man Spider-Man 在 Sony 給Source 的 Netflix 來說 我覺得他並不足夠的 或是電影的運音都不太超級發燒 所以有很多場景 某程度上是聽到 3D 的空間感 但 object 的走向 就不太鮮明 也不太過癮 唯獨有一場奇異博士的斗篷 追著奇異博士的走的畫面 正正在我前面飛到後面 因為在我頭枕上的後置喇叭 就比較近身 所以聽到的聲音是既清晰 而且是很長很長的一個音效 他在前面 一直伏在後面 在我自己的電腦位置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之讚嘆 真人快打 因為 Atmos 的效果 在 Netflix 上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剛才一聽到 那隻怪物 那些古人精怪的聲音走向 一些跌跌聲 甚至有一個畫面 是鏡頭拍著兩個男女主角 後面有一個人被困住了 他有出了兩聲 喀喀喀的聲音 在後置喇叭上也出得很鮮明 這下我覺得是讚嘴的 可以在自己的電腦桌上 可以享受到這種Dubiamos 的音效 老實說之前是完全沒有想過的 尤其是可以這麼方便 在頭枕上已經有對後置喇叭 而且是用無線的方法接播 不需要插電線都可以 因為它本身自己有充電 所以這玩法我覺得是挺方便 現在在家玩窩居 或者在電腦桌上 長時間工作或者娛樂的朋友 唯獨有一些設定都需要跟大家說 後置的音壓我自己會加了兩度 而Size Surround 和Top Surround 亦都加了兩至三度 因為它的模式有幾個 如果玩Atmos 而言之 玩Standard 你會覺得有點淡口 不夠刺激 另外它還有FPS 和RAC 如果看電腦的話 用FPS 會聽到一些音效 和音效會比較刺激 如果想人聲對白清晰 在高音度加一度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 很容易地享受到一個很棒的3D Surround 而且一個很充沛的Dubianmos 的音效 它四個低音陣子 其實已經可以應付到 這個細細的空間環境 我覺得是非常有用的 接著就要說回大娛樂家 大娛樂家用RAC模式會比較好 因為它是可以令到音質、順滑度和音樂感 會比較豐富、重一點 尾聲會比較多 低頻量會比較慢一點 這個我覺得用來聽歌劇器 或者演唱會都可以 在設定上其實很簡單 在遙控上就有一個齒輪鍵 按了這個齒輪鍵 三巴面就會出現一些提示 按左右就已經可以設置後置 天空聲度、Size Around、高音、低音 在電腦接駁和EARC 方面 它就完全沒有問題 不知道接駁PS5 又會有什麼效果 馬上來看看 剛剛我們試了用PS5 經過HDMI 直接插入Thunder Pro Plus 裡面 就可以出到1080 HDR 和 VRR 的功能 剛才我們打《Spider-Man 》的時候 有一幕就會穿過一些圓圈的光圈 這樣衝上去 聲音都可以在前場後場這樣出來 還有一些超級超級的聲音 全部都是在後置喇叭裡出聲 我覺得比起以前 一對前面的喇叭 頭有感是會高一點 這個我覺得是挺讚 現在來說 大家玩家庭影院 既可以說方便了 亦可以說簡單了 現在這樣一條山巴 再加一隻頭枕式的後置喇叭 已經可以玩到7.1、1.2的 Jundubia Mose 音效 雖然沒有點4 但在點2來說 其實在這麼短的位置 已經剛剛好在頭殼頂 有一個3D的聲場 去籠罩你整個天空的類型的感覺 我覺得已經可以很方便地做到Mose 的效果 唯獨是在中置人聲 因為它本身沒有一個 中置喇叭單元在裡面 所以在高音上 你較高一格的時候 就可以幫到這件事 做回一個更加充裕的人聲 而這個架位裡面 已經可以有這樣的玩法 而且亦都這麼多變 你既可以放在我一樣 放在這個桌上翼 也可以 如果你在家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家庭的家庭影院 其實你可以一條這樣的聲音 放在電視機下面 便可以出現 它便可以支援EARC 變相來說 如果大家說 搭配PS5 或者是BREAK機 你可以先插進電視機 吃完訊號之後 就經過EARC 將Atmos 回輸下去 這樣便可以玩到一個 很完整的Dulby Atmos 音效 但當然了 你將椅子有這種電競椅的做法 你可以把頭枕掛在梳化後面 這樣便完美了 這是一個很個人的家庭影院 四千多元便可以玩到 不知道大家 會怎樣看這一條聲音 我玩得非常開心 亦都有些東西可以提升一下 可能是升高一下 或者是加一些墊 可能都可以令到這條聲音 所以音效便會更上一層樓 那電腦怎樣可以出現 Dulby Atmos 音效呢 先去Microsoft Store 打這個Dulby 接著便會出了Dulby Access 安裝它之後便可以 開啟Dulby Access App 在首頁上便會有很多不同的demo片 和音效可以讓大家試聽 如果要開啟這個功能 便要到家庭劇院 在道比全景稱這裡 打開音效卡 接著便可以使用Dulby Atmos 的音效 上運器也可以開啟 令到天空聲道更加鮮明 之後便要到Window 的設置 在系統音效內 選取自己的音效 現在因為EARC 便會認出這個螢幕的音效 最低這裡便會有空間音效 記得選擇Dulby Atmos For Home Theater 這部分便可以經HDMI 輸出道比Atmos 的音效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會想 這條Soundbar 後面 還有3.5mm USB-C 有Aux-in等等的音效 但如果要出道比Atmos 的音效 理論上只有HDMI 才能傳輸過去 因為其他不同的 input 包括3.5mm USB-C 其實都只能把2.0mm的立體聲傳輸 如果大家要在電腦上 玩到Dulby Atmos 的音效 讓這條Soundbar 做解碼 就應該要先將HDMI 先插到Soundbar 上 然後再由Soundbar Output 即是EARC 的口 插到螢幕上 如果大家聽到這條影片 有任何留言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看完後 如果能試到 便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便會通知給你們看